女人天天发死人才 她不仅拥有阴阳眼 而且还能听懂鬼魂说的话 她把鬼魂说的故事画成漫画后 竟然一炮而红 她也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让人不知道的是 死人的钱是不能赚的 因为她每次画完漫画 看漫画的人都会离奇地死亡 可尽管是这样 报社的主编偏偏不信邪 直接胆生毛地打开了脆花 发给她的漫画 结果下一秒 她就诡异地出现在了漫画 就当她仔细查看漫画时 她在漫画里 竟然看到了小时候母亲 上吊自杀时的场景 她那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看着母亲在绳子上痛苦挣扎 她并没有上前救她 而是转身离开了 看到这里 主编把画漫画的脆花骂了 她大声质问脆花 为什么知道自己的秘密 可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灯光 忽然熄灭 紧接着房门和窗帘 也都诡异地自动关闭 主编被吓得 赶紧拿起杀猪刀 就准备逃跑 可让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 都出现在了漫画 随着一声痛苦的尖叫 主编就被当场刺穿心脏 隐恨去了西北 可次日警方赶到现场时 却没能在现场找到 任何有用的线索 只是在她的电脑上 看到了和她死亡时 一模一样的漫画 警方认为 翠花肯定是犯罪凶手 可翠花却说自己的灵感 都是在梦境中找到的 由于警方也没有有力的证据 这件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翠花回到家 感觉事情并没有结束 她赶紧打开电脑查看 结果发现 电脑里还有一篇 关于感事人的漫画 男人照顾了妻子 六年吃喝拉撒 可有一天 他却不想照顾 为了能让妻子痛苦的死去 他直接用火 施不死死 缠住妻子的身体 尽管妻子拼命挣扎 他都丝毫无动于衷 并且还无情的 往他嘴里 喂了一口大米饭 接着使出全身力气 把妻子送去了西北 本以为只要自己不说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几年之后 这件事 却被翠花画进了漫画 看到这一幕 男人瞬间被吓得贪乱 在地上离开这里 可这时停尸间的房门 就突然被神秘力量关上 紧接着停尸柜的柜门 就开始不停渗出鲜血 下一秒一个停尸柜 就自动打开 男人拼命挣扎 想离开这里 可没多久 停尸柜就没有动静 男人还想弄清 谁在吓唬自己 可就当他走上前去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下一秒死去的妻子 就化身木衣 死死把男人 关进停尸柜 眼看着男人 映入眼帘的 却是死去多年的妻子 就这样 他直接被妻子控制 活生生把自己脖子扭断了 翠花看到这一幕 被吓得目瞪口呆 等到警方感到时 他们怀疑是翠花杀死了男人 因为在现场 并没有第三个人 直到在这个时候 翠花才意识到 自己的漫画真的会死人 为了防止悲剧的事情 继续发生 他向警方说明了漫画的真相 女孩不仅拥有阴阳眼 而且还能听懂鬼魂说话 一些枉死的鬼魂 经常半夜 给他讲恐怖故事 因此他就像是 被某种脏东西附身一般 每天都会把一些鬼 故事画成漫画 有一天女孩 在墙上画了一个车祸现场 次日邻居大妈 就找上了门来 因为她的女儿 出了车祸死掉了 所有人都认为 小女孩画的漫画有鬼 于是一把火 点燃了小女孩的房间 年轻漂亮的翠花健壮 赶紧上前 拯救小女孩画的漫画 因为她的漫画 缺乏灵感 没有故事 而小女孩的漫画 不仅拥有丰富故事线 而且悬念也做得很到位 小女孩健壮 死死抓住她 不让她去拿 但这时的翠花 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为了拿到漫画 她竟然活活掐死了小女孩 从这以后 翠花就继承了 小女孩阴阳眼的能力 把鬼魂讲的故事 画成了漫画 成功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财富自愈 每天除了拍节目 就是在拍节目的路上 然而有一天 警方大壮在翠花的电脑上 发现了翠花的命 她找到翠花 想要解决她 可翠花 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她拿起斧头 就准备进去打光 可她哪里是她的对手 很快就被大壮 成功压制 让人不知道的是 大壮也已经被翠花 画成了漫画 就当她拿起手枪 解决翠花时 她的身后 忽然出现一条小黑手 紧接着她 就被鬼魂控制 一枪把自己送去了西北 而翠花 却头也不回地 潇洒离开了 仿佛所有人 都逃脱不掉她画的漫画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